你都沒有看到他嗎 沒有 我覺得說 我覺得 因為他不出來 我不知道要怎麼說 我覺得說 那也是一種表現啊 不是 他整個選舉的過程 我跟你講我每天 我都告訴自己說 我明天不要再講連勝文了 可是每天出來的東西 就覺得說 就是讓他覺得說 哇 不爽 這一家人是怎麼了 就是沒有人解釋這個語言嗎 就大概反應成這樣 你都不知道嗎 人家一樣也是一天吃兩餐 對 然後睡七個小時 常常說他家庭教育 事實上連戰自己也是公司個人 就是連戰自己也是 被保護過度之下的產物 那接著連勝文也是 被保護過度之下的產物 所以引導被給公司 他被過度保護 其實已經是超過兩代的 這樣的一個時間 所以你說要連勝文 表現一個說 哇 大破大力 好 我出來當國民黨的改革者 的這種所謂的 算是領導 領導者 改革派的領導者 好難啊 真的很難 真的花那麼多時間 給連勝文我覺得也夠了 連勝文是被保護過度 像這個完全沒有被保護的 有沒有 你知道嗎 他是野生的 這算野生黃瑜 這個你知道TPBS民調說 如果國民黨由劉振宏參選 我們不是在立法說 這樣組合 偷大賣賬 結果結果去做調查 如果劉振宏跟陳薇廷對決 劉振宏支持度是35% 對啊 陳薇廷才40% 還是贏他 陳薇廷會贏 陳薇廷還是贏他 劉振宏小胡只有落後5% 怎麼只有我認為一定輸 如果是劉振宏一定敗 PK陳薇廷我覺得 劉振宏一定敗 那我哪有這麼準 赫甲鄉親啊 是 赫甲鄉親啊 他是的確苗栗王啦 對 第二句 赫甲鄉親啊 就是 可是問題你是剛開始 可是之前連勝文 勢不敢講啊 勢不敢講啊 怎麼勢不敢講啊 可是之前連勝文 不是也是一開始 也是超過柯文哲嗎 是啊 欸 客家人是很 有一種精神 不是什麼天上雷公 地上海陸公 劉振宏不是客家人 劉振宏不是客家人 他不是客家人 他是閩南人 閩南通宵那邊後龍 其實 其實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一直覺得 陳薇廷有機會 是因為第一 補選的投票率不會太高 對 那現在 普遍來講 國民黨支持者比較沒有 強烈出來投票的慾望 所以會出來投大概 投非國民黨籍比較多 再來齁 除非你買票 要不然補選會出來投票的 通常是屬於比較年輕一代的 對 就他們覺得看 尤其看到陳薇廷他覺得說 欸 我應該給這樣的人 很新鮮 努力好不然 你這個邏輯是哪裡來的 通常補選啊 是 裝腳比較容易出來 裝腳比較容易出來 有拿走路工的 所以我說除非你買票 當然因為陳薇廷吸引的人 是不一樣 我們這個 當然不能用過去的邏輯 可是說以前台中的補選 都還是挑了 才白色 還要出來投票 我剛剛前提我說 除非你買票嘛 對不對 陳薇廷如果當選 等於2015年 他又有一個位置了 對不對 又是一個風雲人物了 剛剛TVBS 你講說那個民調 是跟他跟劉振宏比較 我覺得也沒有用啊 因為劉振宏 他已經表明不選了 你說他不敢選也好 或是他利用索圖也好 不是沒有效 那是有意義 還是有意義 很強烈的意義 但是 陳薇廷是入選第十名 他全國知名度夠 剛才你說連勝雲是被保護過的 這個孩子是十歲就變孤兒 十三歲 十三歲變孤兒 他爸爸貴心 老母是他小時候 你做什麼 做女工 李華龍 李華龍頭糞場 是什麼家庭 就是很辛苦的家庭 是完全沒有人保護的家庭 來自於最底層 一個保護這是野生的 像一個小草一樣 他有多辛苦啊 他有多辛苦 你現在他要選舉的時候 他說存多少 四百塊 四百塊 這話多有利啊 他要 他要存 他要存 他要存多少 他要存多少 他好像二十八三十八 不過你放心 他的四百塊 只要他成立捐款帳戶 很快會變四百萬了 他要存 存一百次 才有辦法買一瓶紅酒 你說連勝雲喝的那一瓶 哈哈哈 我為什麼說苗栗怕他 就是我不是說苗栗人 是藍領怕他 古年一出來 替大埔在拼命的時候 幫那個什麼華龍 還有這個官場工人 在打拼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有一個集會地 林一方開的那個 竹蘭咖啡 竹蘭咖啡 被人家砸兩次耶 砸兩次去報案 但是都沒有破案 這個前幾天又被砸一次 就陳薇婷在他臉書PO 他自己調查的華龍的土地變更案 當天就被砸了 他說什麼呢 他說他懷疑 那個華龍那個土地是副議長 送給那個誰劉政鴻 劉政鴻太太有一間房子 劉政鴻說亂說 亂說亂說亂說你不就跟他講 我要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不用明的耶 他用什麼 用暗的 你幹嘛用暗的 有種就來選啊 你幹嘛用暗的 苗栗檢調是睡著了喔 苗栗檢調你就不要提了嘛 你就不要提了嘛 你想想看 何志輝可以在調查 標例沒有檢調啊 有有有有檢調 何志輝可以在 苗栗的調查局的監控之下 一個60歲的人 從二樓跳到一樓 騎著小梅羊到漁港 然後坐船偷渡 你覺得苗栗的檢調在幹嘛 苗栗的檢調都騎腳踏車 追不上小梅 追不到小梅 所以我覺得 陳惠琴寫的那個故事 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只是現在沒有確實的證據 可以起訴他們 我們當時有出一個 這樣的年輕人 讓你覺得渾身是靜 好來我們先休息一下這段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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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其實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你看全台灣的媒體的新聞 只有一條 就是這條新聞 所有新聞全部拉掉了 然後你看從事情發生 下午到晚上收播 都是一直在播這條新聞 而且捷運的運量 立刻受到影響 那一定的啊 而且在那一陣子 大家做捷運都會害怕嘛 然後再加上說 因為它有太多原因 太多就是大家會好奇的 就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做 他是成長在什麼樣的家庭 然後他的交友狀況怎麼樣 就是其實從一個人 他去做這樣的事情 他可以被討論的空間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他 基本上啦 如果沒有選舉的關係的話 也沒有食安問題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是第一名 你知道他的那個 被關切的程度 應該是第一名 那為什麼 正前有大家感覺就是 天不怕地不怕嘛 最近一邊出庭 他自己蓋起來 然後這個 不讓人家看他的臉 為什麼會這樣啊 我覺得他也在裡面也關了 大概應該半年有了 我覺得難免 環境的改變會造成 一個人的心境上 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我不是說他可能 我不曉得他到底有沒有悔改 就是對於自己做這個事情 是不是感到後悔 但是至少他不再像以前那樣子 肆無忌憚的 而且你記不記得 他第一次出庭的時候 是目露胸光 那個眼神是很嚇人的 還什麼還會微笑 冷笑 對 冷笑 那現在感覺上是 他已經不太想讓媒體 很肆無忌憚可以拍到他的表情 跟他的 種種的肢體動作 那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我剛剛講說 他可能因為 關在裡面 大概半年的時間 可能心境上有一些改變 轉化 對 那另外有可能 也可能是律師教他的 律師也許在一些速度的技巧上 他就不怕死了 你什麼速送技巧 要保一命 說實在 我不太相信這個世界上 有人不怕死 真的啦 只是說死的值不值得 你說什麼人說他不怕死 說實在我不太相信 他之前不是殺女朋友 說要自殺 後來第一刀下去 就說怕痛 沒有 太痛了 對啊 殺別人容易啦 要殺自己的困難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案子 去把鄭傑的國高中的同學 調出來 才知道這真的很可怕 如果我們是鄭傑的同學 我們真的也不知道怎麼反應 所以很多人去 去苛責那些同學 沒有事先阻止 我覺得 那些都站著說 他不先邀牌 為什麼 他同學你要怎麼說 因為當時 之前跟他在網路聊天 鄭傑就跟他的同學講說 我會到捷運看人 行徑中誰都逃不出去 他選捷運就是這個道理嘛 他說我能拉多少多少 殺人有牽掛 那個叫作秀 我不是要來作秀的 我是真的要帶人的 他說即使是我真愛的人在前面 我也照殺不悟 同學一當初想說給他敷衍 說拜託 你要看在我們以前的情分上 同學一場 同學一場 你們打個招呼 我怕痛 你知道鄭傑怎麼認真給他回答 他說我怕痛 不要讓我痛苦太久 他說 我那時候眼中 每個人都會是平等的 要在最短時間帶走最多人 最好能一刀斃命 他真的六親不認 這些同學真的腳手要練 然後呢 他想得很細 對 可是如果你是鄭傑的同學 你要怎麼反應 沒有 我一定會覺得是開玩笑的 對啊 對啊 然後他 你知道他下手之前 見過他的理性國中同學 對 當時在麥當勞 談網路遊戲 有沒有 結束的時候鄭傑就說了一句 晚一點我要動手 可是他那個同學很困惑啊 對啊 不知道他要怎麼反應 對啊 不知道他反應什麼 對啊 然後呢 他這個 有一個同學 在鄭傑被收押之後呢 有寫信給他 然後呢 鄭傑也有寫信給這個同學 跟這個同學說 他殺了第一道之後 就有精神肉體玻璃的感覺 說那幾人傻心 你知道 他說其實他沒有那麼喜歡殺人 聽到一聲 最後又說 我不後悔 甚至感謝這個鄭傑同學 他原來有個同學 在之前就百般阻撓他 勸他 讓他見識到朋友間的情意 這樣子 這個人是完全是一種精神狀態 是非常非常非常玻璃的情況 所以目前呢 何怡婷委託中央警察大學教授 沈勝昂 沈老師 對他進行心理評估鑑定 要了解他有無教化可能 所以本來是死刑嘛 現在是要改他 現在有可能改判嗎 是死的 二十幾個受重傷 這本有可能改判嗎 沒有 如果說認為他有教化的可能 就會不會判死刑 那譬如說 最近不是有個新聞嗎 對啊 就一個殺了三個女的 一個男的殺了三個女的 關六年放出來 對 認為他還有教化可能 心魔幻 對 心魔 對 就是自稱自己有心魔